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新闻宿地,我是小兰 首先来关注几条国际要文 2016年美国民主党总统人选希拉里今天发表演说 首度揭露主要的竞选政策 承诺为辛苦打拼的美国人争取加薪 并且约束华尔街的脱轨行径 这位连近67岁的前弟夫人参议院以及国务卿 花费了近一个小时阐述将透过三管齐下的政策 力拼经济成长 这是希拉里一个月以来的第二度在纽约发表演说 希拉里在纽约市曼哈顿的新学院大学发表演说 她向群众表示 这一代所面临的经济挑战显而易见 就是我们必须为辛苦工作的美国人争取加薪 她说不平等拖累了美国整体的经济 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她再次呼吁减轻小型的企业赋税 透过投资创造就业 打造一流的基础建设 力推再生能源 以及让妇女更以就业等等 负责马航MH17空难调查的五个国家 请求联合国安理会设立专门国际行事法庭 审理空难的相关负责人 五个国家包括澳洲、比利时、马来西亚、荷兰以及乌克兰 都认为由安理会设立的独立法庭 最能确保遇难者以及家属获得公正的结果 并传达明切的信息 国际社会不会容忍威胁民航安全以及国际和平的行为 去年7月17日原定从荷兰阿姆斯特丹 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马航MH17 在靠近俄罗斯边界的乌克兰东部地区坠毁 机上298人全部预览 空难发生之后 乌克兰政府均与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组织 互相推折对方领克机坠毁 美国环球金融杂志公布了全球最富裕的23个国家和地区排名 卡塔尔、卢森堡以及新加坡排前三位 香港排在第六位 杂志表示他们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统计了各国和地区 由09年至13年的生产总值以及人民的购买力来定出排名的 香港排在第六位比美国高一级 台湾排在17位 德国排在18位 日本和英国分别排在第22以及23位 杂志同时公布了全球最贫穷的23个国家 其中19国来自非洲 头三位是刚果民主共和国 金巴布韦以及布隆迪 阿富汗是非洲以外最穷的国家 排名第十 好了再看看几则本地的消息 湾仔区会主席孙启昌是回顾了过去一年 湾仔区发展时说当区已落实1亿元的重点工程项目 以及特首于市政报告中提出为美区提供80万元的艺术文化推广 选出了8个项目于区域会修会后继续进行 孙启昌指出未来湾仔的重点项目包括设立社区 地区性会堂进行文化艺术活动提供工作坊与当区市民参与 同时也会就社区建设文化康乐发展 食物环境交通运输以及社区设施管理以及地区团体 支持这六个方面进行改善计划以及发展 一对夫妇在去年占领行动期间在旺角涉嫌袭击和非礼一名女子 两人早前被裁定罪程 今天在关堂法院分别被判罚款8000元以及监禁14天 缓刑12个月 蔡拜官在判刑时说两名被告65岁以及72岁均患有癌症 背景良好也有会议 两人的控罪本来可被判即时监禁 但是基于人道理由和被告的健康状况 做非常特别例外的处理 案发在去年10月 两名被告途经望角狼好访对出 观看示威情况时 女被告舒雪凌声称因不满被一名女子拍摄 夺去对方的手机 被控普通袭击 女被告的丈夫陈星南被指控碰触该名女子的胸部 被控非礼 关注完要闻我们来看一下香港股市的整体情况 欧元区领导人达成救助希腊的零食协议 带动欧美股市昨天晚上全线的上涨 横指今天早上载幅上落 午后跌幅扩大收跌103点 跌幅为0.4% 报在25120.91点 大时成交1261亿元 另外国企指数全日市下跌了168点 跌幅为1.4% 报在11836.17点 另外重磅股市继续的偏软 汇控跌了0.9% 报在68.4% 港交所今天下跌了2.5% 报在233.6% 中午一栋V跌了0.6% 报在96.35% 另外腾讯则逆势上涨了0.8% 报在151.7% 人民银行是公布上个月内地的新增人民贷款 是12700亿元 高过市场预期的10500亿元 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为6.56万亿元 按年是多增了5371亿元 至上个月底人民币各项的贷款余额为88.79万亿元 按年是增长了13.4% 增幅是低过市场预期的14% 另外也叫上个月底及去年底分别低 0.6%以及0.3% 上个月广义货币供应量M2按年是增长了11.8% 增幅是高过市场预期的11% 增速也叫上个月底高1个百分点 人力资源顾问公司是调查指 受内地及外围经济的影响 下半年雇主对招聘的态度 会由上半年倾向乐观转至保守 报告显示仅两成半受访的本港雇主 计划下半年增聘人手 有近六成雇主倾向维持现有的员工人数 调查指出中港两地经济增长放缓 本港出口贸易转弱 以致欧元不稳等因素影响了招聘抑郁 不过专业服务行业的招聘抑郁仍然非常强劲 行业中有三成六的雇主希望增加固定员工的人数 尤其是金融的服务业 顾问公司在6月时以电话形式访问了270多名雇主 在下半年的招聘抑郁 报告又指出现实人才的招聘经理 多会浏览求职者的社交网站的资料 以了解求职的经验和履历是否属实 工商银行是公布 今年上半年该行的牵头筹组的境内外 银团贷款规模超过了4900亿元人民币 那么新增银团的贷款规模 以及担任牵头行博际行数量均稳居 亚太地区金融机构的首位 在境内银团贷款领域 上半年的工商银行境内新筹组 银团贷款金额超过了2700亿元 实现了牵头分销金额超过了1700亿元 同比增长了一倍多 银团贷款余额已突破了7000亿元 在国际银团贷款领域方面 工商银行上半年的牵头筹组境外 银团贷款金额超过了360亿美元 为中国化工并购全球第五大轮胎生产商 贝赖利等多个重大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 银团贷款是国际通行的一种筹资方式 它由多家金融机构组成银团 基于相同的贷款条件 采用了同一的或贷款协议 向同一个借款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受信 其同牵头行全面负责银团的召集 融资方法理定以及贷款分销等工作 中兴通计是计划斥资最多10亿元人民币回购A股 A股以及H股今天复牌后显著的照好 中兴通讯A股升一层停板 在本港的H股即升了一层五 报在18块3毛8升了2块4毛8 那么中兴通讯呢是指出报告指出 为响应中证监关于维护证券市场稳定的通知 从保护投资者利益出发 董事会已经通过以公司自有的资金回购A股 将次之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停牌前收市价 即最多每股17块9毛6 估计若全额回购可回购股份不少于5500万股的A股 占已发行股本不低于1.6% 回购期限至今年年底为止 好了关注完所有要闻来看一则香港的天气预报 限时温度是32度大致天晴 局部地区有骤雨 现在时间已经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